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东莞的街头常常会出现一些衣着暴露的女子 大白天呢就在路上拉客 这样的行为在中国是正常的吗 难道这些女性都不用上班工作的吗 这样的疑问一直困扰着她 直到问了中国朋友才恍然大悟 甚至是有点哭笑不得 那么这些给美国人造成误会的东莞女子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东莞作为一个创新型的城市 有着非常发达的城市经济体系 东莞是做服装大城 在这里能看到非常多电子商务企业 所以美国人眼中走在路上那些穿着光鲜亮丽的女生 其实大部分都是淘宝模特 还有的就是各种商品促销活动 品牌店铺开业的模特或者是美容行业的推销员 这些青春靓丽的美女 承担着宣传和推广的工作任务 主要就是为店内拉来消费者 一天的工作下来收入能有300到500 东莞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像是松山湖风景区 这样的特色景点是前往东莞旅游不能错过的 松山湖风景区作为大型的天然水库 以湖泊为中心的发展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融合着城市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 有着山蓝环保 鸟与花香的自然景色 准着四季的变化又是不一样的自然之美 小伙伴们 这几个来东莞旅游的美国朋友 应该对东莞的印象彻底改观了 既然来我们中国旅游 还是多看看风景吧 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本期的探秘微信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分享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